朋友们大家熟悉的藏族青年歌手扎西顿珠 今天也来到了我们春晚的现场 扎西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今天您的这一身装扮和以往真的是大有不同 怎么会选择这样一身形头 最近在参演一个我们云南原创的音乐剧 叫阿瓦人民在唱新歌 我在里面扮演的男一号是叫李天勇 是一个扶贫的住村干部 那他们是真正的舍弃了自己的小家 然后为了那个大家 在戏里我有一句话叫 这里的贫困湖都是我自己的家人 这句话也是住村干部的一个 就是自己真的说过的这样的一个话 今年也是我们这个脱贫空间的一个成果之年 在这个成果之年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在这个点点滴滴 为这个脱贫空间在做出付出的这些住村干部 在这里也通过镜头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为脱贫空间 为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富足 做出的贡献 那么今天既然来到现场 是不是给我们来上一段 让我们朋友们先赌为快呢 好的 今天其实穿上了戏里的服装 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叫梦想 也是希望用这首歌曲来表达 对扶贫人的致敬 也用这首歌曲 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扶贫工作的成果和不易 看他们眼里爱的光芒 我怎么竟然热泪 我怎么竟然热泪盈眶 从未爱过的人说出爱 如果生命的惊惊 若生命的景区凸显春光 这里不是音乐的殿堂 却回荡着生命的娇嚣 每个抚平人按下情节 一座座音符荡起挥肠 为这一个实际 实际梦想 多少人经历 重振和响 演奏一步为大 伟大的乐章 让千百年的孤寂成 演奏 演奏 从此再听不到 平坤声音 再看不到 弱小 握手几横 我闪闪过 向世界 世界的温暖 去迎接那 那明天的 去迎接那 那明天的 去迎接那 那明天的 们每个小将 千千千万 繁卉 百万能 千万万能 十千万万能 天防 我们人民的未来 充满幸福 幸福